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燕子 我是茶堂会 炒房短禁短出一年赚220亿 专家表示形同诈骗 消息会与永庆房屋的集团 以房市透明化居住有保障为主题 举办了一个论坛 那专家就表示 房市投机炒作形同诈骗 比起其他的诈骗事件 更是有过至而不及 那房地合一税2.0实施满周年 从政府公布的资料统计 并推估适用45%税率的 短期交易案件 有将近3万笔 因纳税金额上看100亿元 获利金额可能超过220亿元 这是行事局公布 推估全国一年遭诈骗金额 约60亿元的3.6倍 房子呢 其实是保障民众居住的权益 不是让有心人士拿来炒作的 政府必延成哄台炒作 引导市场正常发展 判业者与政府能站在一起 替消费者解决居住正义 那他也表示 内政部持续推动了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 包含了预售屋解约申报 新建城屋红丹纳管 限制契约让与货转售 禁止炒作行为 建立监据奖金制度 管制司法人买受住宅等 并强调一定会坚持推动下去 达成落实居住正义目标 他这个居住正义 我们先不提 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居住正义要讲的是住 而不是买 对 没错 我刚刚也是想的一样的事情 你继续 然后我看到下面有一个 他说这短期内有三万笔的 短期交易的案件 他们在猜测 可能是黑心的房仲 去联合投机客 才用低买高卖来坑杀民众 这个是真的吗 但的确是很有可能 应该讲说 实际上就有这种手法 实际上也有人在做 但他现在说的那一件事情 是不是这样做 我不确定 但是这个是有的 有这件事 而且又不是说很罕见 还蛮常见的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被说成诈骗 是有点严重 对 其实他还不至于到诈骗 因为他把所有东西 讲给你听 你自己也认为是 你也看好这房市 你才会去买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关系到 政府在做的一些事情 譬如说 他努力的都在打击 房价的部分 投资客转卖等等这些东西 他努力在打击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也释出一个讯号 让他觉得说 居住正义 我觉得是让你买得起房 那我们之前讲过 其实居住正义 不一定是买得起房 我是要解决住的问题 我可以买 我可以租 所以他在租屋市场 是不是也要透明化 完整化的去处理 相对应的配套要做好 这是应该要做的 再来就是 我们之前有讲过 租房跟买房 也许买房 房子会变成是你的 但是如果你租房 租了一辈子 付的钱 居然是你买房的 百分之六十七十的话 那你也是省了一堆钱下来 对 但是你社会住宅 要努力去做 不能像我们上面 几集有提到的 拼命哭刑的 这种社会住宅 你就不要浪费那个钱了 你在盖那种住宅 我都觉得你在乌钱 真的 你盖了没有人要住 你随便找一些烂工班 然后在那边乱盖 报价又高的钥匙 那到底是谁在收钱 在土力谁 搞不懂 你盖好一点 你跟建商比 刚刚讲到这些状况 我觉得其实政府有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政府的讯号 好像变成是 居住正义就是买房 我做的事情 就是让你买得起房 然后让大家也觉得说 对对对 我应该就是要买房 我唯一只有买房 才能得到的居住正义 不是吧 你买房 你也是在每个月付房贷 你像有的 现在不是说四十年房贷 我付了四十年 我再住个十年 搞不好快要围绕都更了 这样子的东西 你租其实也是可以满足 你住的需求 然后在社会住宅 也可以满足你住的需求 应该全面的去做 而不是只是导向说 我有在打房价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房价这个东西 政府也没办法 让房价修正回来 让他大幅的下跌或干嘛 他很难修正 所以问大家觉得说 我现在买不起房 我未来就买不起了 但这我要给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多数年轻人 都买不起房 请问一下建商要吃什么 这是一个供需原则 建商他也需要 你们这些买房子的年轻人 他不会不需要你们 请问一下那些长辈们 买比较多房子 我建商盖房子 就只为了这些长辈们吗 我只为了他们盖吗 为了这些包租公 包租婆盖吗 为了这些投资客 我盖房子吗 不是吗 我当然是希望有多点人 然后买我的房子 然后我口碑出去 我才会有我建商的品牌吗 不要被有的时候这种言论去冲昏了头 他要做生意 他要每个建商店 我要永续经营 你的房子是不是能够百年传家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我建设公司能够百年传家 我还有下一代 我还有下下一代吗 我们就简单讲 现在没有讲说没有任何歧视 假设你今天你是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 你希望你下一代去 譬如说Seven做柜台 做一辈子 你去打工体验一下 可以啦 但是你最后还是希望你回来接我的建设公司吧 这是人之常情 没有任何歧视 所以建设公司想要百年经营 他的课程在变化 那他的产品就会变化 他要永续经营下去 不是吗 千万不要被这种 你现在买不起房 你将来一辈子都买不起房 不可能 房价越来越高 你会发现 可能你买房的年龄层 能买房的年纪开始上升 但是讲实在话 在某些地方 你买房子的年龄层也开始下降 对吧 我就举例 新竹跟竹北 其实他的买房年龄层是在下降 前段时间 这个科学人区 很多才大学毕业 或是刚退伍 刚进科学人区 做了一年 隔年就买房了 那26、27岁 差不多 研究所毕业 差不多27左右 27岁就买房了 买的也没有特别便宜 普遍他们是这个年纪买房 很快就 因为我工作一年了 还蛮稳定的 我要买房 因为我要准备结婚了 可能吧 但不一定说要结婚了 他可能就会想要买房子 比如说我们以北市的角度去看 一定要年纪很大 那是因为北市发展成这样子 但是也有些城市是开始有慢慢年轻化 但不管怎么样 建商商在推产品 总是希望有人能买 我再举个例子 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看到那种宾室的车子就 哇那都是大老板在开的 超级大老板 我自己在买我自己第一台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的样子有点气派 有点生意人的感觉 我买了开那个车子就 我成熟了 自以为了 就觉得我成熟了 稳重 可是你现在看街上的宾室 好像都是很年轻的人在开的 而且他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什么 比如说做老板或干嘛的 就是随便一个年轻人 他就在开宾室 你还以为都是Toyota是吗 满满街都是白的 或是之类的 尤其C class一堆 那你看一下 为什么宾室要这么做 市场在年轻化了 他想要抢占年轻的市场了 宾室开始推年轻化的车款 你会觉得 哇我们现在开宾室 是不是会不小心被警察拦下 以为我们是年轻人 对不对 后车这样开起来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铝棒 这种的感觉 你的心里面你会这样想吗 所以你就开始 又想要换其他品牌 但我现在不讲是品牌问题 我现在讲是说 宾室这样的车厂 他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未来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是怎么样 建商一定是去符合市场的 我的客户层在那边 所以我要往那边去打 而不是我今天自己创造出一个客户层 以建设公司来讲很难 他又不是说十几年前的苹果 我创造出一个客户层 是大家都需要智慧型手机的 但是从那之后 这么长一段时间 还有谁创造出这样的产品呢 有 特斯拉 好像仍然需要电动车 那还有什么更新的吗 暂时没有了吧 所以多数的企业应该是会去符合主流市场 所以千万不要担心 你现在没有买 你以后一辈子买不起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只是你可能到未来 你的胃口越来越大 你现在可能譬如说我二十几平就好了 可未来房价 或者说产品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你会觉得我可能要四十几平 就是你自己的挑剔而已 但是你绝对不会完全买不起房子 自住的房子 不会 应该多给一点时间 让自己厚值实力去努力 只有一种状况 你会买不起房子 就是你没有钱 记得这件事情 买房还是需要钱 至少基本的款 所以你只要努力做一件事情 让自己稍微变有钱一点点 你只要让自己 在整个社会是属于中间 我跟你讲 顶层那百分之10到20 或者说底层那百分之10到20 那中间有百分之60的 你只要卡在这中间一段 你绝对会有机会买房子的 顶层我们就不管了 那底层的你想办法努力 你可能刚出社会没有多久 努力 或者是你可能出社会一段时间了 你可以进修 或等等方式 让你自己往上挤到那百分之60的 你就会是主力课程 你就是会是买得起房子的那一群人 不要太担心 我个人认为为言耸听的方式 但是你说 有没有想到东西是绝版的 有些是有 比如说我在什么的河井的第一排 或者是我在什么的商城的正对面 这个可能会绝版 因为我周遭的地卖完了就没了 但是换个角度想 你就真的一定爱这条河 天天不看到它 你就浑身不自在 那你到河边搭帐篷 你不去这个百货公司 你就不行 多少百货公司 经历的5年10年之后 它就没落了 它搬地方 重新就牵地方再来过了 这边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它不会不变 它会变 会变就不要急 因为变的变的 吃早就你沾上去 我就给我们大家自主客 多一点点自信心 可以的 因为你们是市场主流 线上会看到的 嗯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